早安 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 笔记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各位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为您探讨这个严肃的话题 但是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很专业的角度来进入 而且呢更重要的是 我们请有这个现象的这个受访者 他已经遭受到这个现象 他跟我们现身说法一块来关注这个话题 同时志平也愿意把自己在校园里面 遭受到的霸凌啊 或者是歧视的问题 来跟大家一块分享啊 来 容志平先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的受访者 财团法人 至善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研发专员 宋盛军 盛军你早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是 谢谢你再度接受我们的专访啊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 原住民族的儿哨校园歧视问题啊 我知道你最近也做了一份这样的一个专案的研究报告 同时呢也把很多的一些个案的调查也一块放进来了 所以首先盛军我想先请教你 目前存在台湾校园里面 或者说是这个一般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歧视的现象是什么 形式是什么 它的数量很多吗 原住民族的儿哨校园面对的歧视 如果按照我们目前 因为我目前2018年的时候 我大概访了12位国中 现在的国中跟高中生原住民的 然后再到2019 2020到现在 然后我访问了10位 大概是20几岁的年轻人 让他们回忆他们国高中生的经验 所以大概落差大概10年的经验 可以看到就是大概 百分之100都有 就是被歧视 在校园里面被歧视 然后不舒服的经验这样子 所以我虽然不敢 没有 国内没有做普调 可是我觉得 这个状况应该是每个原住民的新少年在成长的时候 必经的过程 什么样叫歧视 这个形式是哪些 他们受到的那些 比如说言语啊 行为上的对待呢 它的形式有蛮多种的 但我从成因来说好了 就是我们这样调查之后 发现大概有三种形式 第一个是那种 针对一般的刻板印象 就是对原住民的刻板印象 可能比方说很会喝啊 或者是很会唱歌 或者是运动很强 然后所以在校园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会有一些调侃 比方说可能歌唱比赛的时候 可能他本人没有意愿 但是全班就是红了 啊他是原住民了 他很会唱歌叫他去比赛 可是对他来说就会很尴尬 就是万一他不会唱 就好像代表他不是原住民 他就会就会心里面有那个 但如果很会唱的话 又会更跳入那个刻板印象的那个烙印里面 然后这是第一种 然后第二种是对文化上面的不理解 产生的歧视 比方说我还记得 再早一点的那个中壮年的原住民 他们在读书的时候 你知道便当呢 我们常常会有很三残 然后就会有比方说很奇怪的脚 在便当盒里面 然后这个被他们看到 他们我们其实 他们说他们不太敢在教室吃饭 因为第一个是那个味道 会有三的味道 比较浓郁 然后不然就是会看到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到现在的话都还是一样 比方说知道你是原住民 同学就会问说 你是不是家里都会打三猪啊 然后对对对 甚至还有人在开玩笑说 你是不是都骑三猪来上学 这个连我自己都有被问过 其实狩猎这件事情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文化 然后用这样的言语来代替 其实对那个不管你会不会狩猎的原住民青少年 都是一种很没有尊重的行为 再来就是比较严重的是那个 比较在制度上面的应该是说福利物名化的歧视 就特别是针对国三或高三最近要考试的青少年 会遇到那个升学优待措施的那个歧视 像我拿我自己的好了 因为我可能读比较好的高中的学校这样子 然后所以竞争就很激烈 那我就想到就是想要去进行教室的时候 就是我的同学就会说 哎呦你干嘛来自己教室啊 你不用看都可以上台大这样子 然后所以那种话就是听起来都会很不舒服 然后这些话语或者是这些言语 大概都是我们的 总的来说应该是 它其实是都会发生在整个生活里面 它不是一次性的就是全部的 它是一点一点小小的累积 这个也是之前有一个台大的助理教授 他是我的大学的同学 他在基网 他提了一个危歧视的一个观念 对对对 我们还蛮好奇的 其实大部分有些原住民会来到这个都市里面都会去来就读 那是不是其实这些歧视并没有因为你是哪一个族群 是哪一族而特别会发生 也就是普遍发生的意思 是这样子吗 对 其实这些歧视在原住民的青少年都会发生 为什么 因为在少年里面假设你的外形特征 很像原住民 然后他就会就是 那就会你很容易被辨认出来 然后所以就是刚刚那些话可能就是很直接 他们就会来问你是不是 然后会有很多的好奇心 我相信那也是好奇心 可是这些好奇心其实不经意的言语 其实都会有一些伤害 但那个比较 然后我发现也有另外一种歧视 就是你可能长得不是很像 或者是说你的外形特征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在学校或者是老师或者是 但你就是会使用那些 比方说升学或是教育上面的福利的时候 比方说学贷费的减免 那同学就看到你可能 为什么不用付那么多钱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会知道 当然一旦被知道的时候 然后外形特征又不像的时候 那是另外一种 其实就是别人会直接否定你的原住民身份 他说你长得又不像 你家里那么有钱 就是你凭什么当原住民 然后想用这些就是优待办法 或者是想享有这些福利这样子 对他就会就是这样的小朋友 其实会更否定自己的原住民身份这样子 对对对 如果外形不特出的话 就是说我长得不像原住民 但我事实上是原住民 但是别人会说 你看起来又不像 你干嘛使用这些优惠 对 连这样也可以讲吗 对啊 会啊会啊 真的有真的有 他说你凭什么 他们就觉得说 从小 他就可能是从小就住在那个都市地区了 那爸爸妈妈可能有都是有双心 或者是至少是还可以维持基本生活条件 或是过得相对的比较好 然后但是就这样的条件之下 别人就会觉得说 你凭什么加分 你跟我们都处于一样的位置 但其实那个加分或者是说优 升学优惠措施并不是 补助 并不是补助或者是 那叫什么 给弱势的身份 而是说 我们是从几代前 在教育里面就已经被 就是没办法接受自己的教育了 就是我们是寄生在主流教育之下 去学习 这样子 所以我们其实已经脱离了母文化 然后这个是 我不敢说升学优惠措施是最好的办法 他当然对于现行来说 还不是那么的好 是 对 但至少他开了一些机会 是可以让像我 或者是说 其他的原住民学生 可以进到那个高等教育学校 这样子 是 对 好的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这评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财团法人 至善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研发专员 宋圣君 我们请圣君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 根据他的访谈 根据他的经验 原住民族的儿少校园歧视的问题 到底有多严重呢 圣君我蛮好奇的 就是说 我们对这么多的原住民的青少年 做了这些问卷 或进行了这些调查 可是我们有没有回过头来 去问一问 非原住民族的这些小朋友们 或者是青少年们 你们是不是曾经对青少 这个原住民族 曾经有这样子一个歧视的言语或行为 那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好像在校园里面 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调查 其实我对这个也蛮有兴趣的 我其实有跟我们家执行长是说 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我想去访问那个飞原的 就是跟原住民的相处情形 因为不太可能会直接问他说 你有没有日常有没有歧视原住民情形 他们一定会说没有嘛 对对对 所以应该是了解的是跟原住民的相处情形 等等的 对对对这样才会比较准 对对 通常那种 我可能感到不舒服 对别人的话语对别人感到不舒服 可是说那些言语的人不觉得他在歧视 他会认为说我只是在开玩笑 是要再建立朋友上面的关系 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教育就很重要了 对对对 那可是我们回过头来 看一看原住民的这个青少年 那他们在受到这些歧视的言论也好 行为的对待也好 会造成他们心里面怎么样的感受 这是一个感受 我特别要请圣君与我们分享 就是说对当下的这个感受 当然是一种一种这个难过啦 会觉得间接啦 或者甚至于是觉得说 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有没有对他日后的这个行为 心理也造成一些深远的影响 不管是当下或者是未来 OK 我用几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来分享 像今年就是我记得是年初吧 新北有一所国中生 然后里面有一个原住民的国中生 他被同学骂 说他是还那 然后所以两个就吵起来 然后动手打人 然后老师是跟那个国中生讲说 就是要记他过这样子 然后他知道了 应该是说他后来就直接从教室 就是跳下去 然后走了 这个有上新闻 对 就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然后我另外访难的个案是 他是一个妹妹 他在学校就是被 因为他的身份 然后所以被 因为他那个身处的是比较 郊区一点的高中 是这样子 然后也只有他 全校大概只有少数几个是原住民 因为那是新设立的学校这样子 然后他在班上是被集体霸凌这样子 然后霸凌到他 他们开玩笑的是把他的照片 弄成黑白贴在黑板上 就叫他去死的意思 蛤 就是代表的是那个嘛 就是医照这样 然后他其实真的蛮难过的 后来他堵下去 他就直接 就是自己身体修学 后来就在家 因为他其实也很受伤 所以就在家疗养了一阵子之后 后来就转到其他学校 目前是顺利了高中毕业这样子 对对对对 但就是这几个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可是我们的研究报告里面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明 是有关联的 但其实我们有注意到108学年度 原住民从国小 国中到高中的师学 中措到离学 一直到大专的修退学律 其实都一直远 大概在全国平均的接近一倍左右 对对对 然后我也可以 就是再讲一些比较细微的观照 我访问这20几个学生里面 你可以看到 就因为长期这样子 怕被别人辨认出身份 或者是说讲出什么话 会影响到的族群的一些烙印 或者影响别人对自己的观感 所以通常不太敢很自信 或者是很敢在大众 或者是在人群里面发言 当然还是会有啦 我不是说这是一个很 有直接相关 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现象 就拿我自己来说好了 就说我就读很厉害的高中嘛 但是我其实成绩一直排在很后面 然后我一直没有机会在人群里面讲话 因为我会很怕被辨认出身份 或者是说又要说我是原住民 然后讲讲讲 所以我其实一直到大学的时候 就是一直不太敢在人群面前 有一些讲话 或者我一直都默默的身份 对对对对对 就是事后来就经过一些训练 或者是说我注意到原住民族权利的问题 我才觉得我好像不能这个样子 应该我自己说一些话 所以我才慢慢的比较敢表达自己的意见 原来如此 所以其实我们千万不能小看 这些个不管是对言语上面或是行为上的这些歧视 甚至于是霸凌的形式 都有可能对每一个 就是你是无经意说出来的话 但是可能对于被你伤害的人有个深远的影响 而这个深远的影响你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甚至于刚刚有被这个 甚至于你所提出来的那个极端的个案 被骂成被骂一句话 然后就干脆去跳楼 我相信那不是突然的事件 它一定是长期累积的 对对对对 天哪 我听了真是难过 这也真的是让我去想到 就是我自己在国中的时候 我也曾经被这样子类似去用言语上 或行为上的这样一个歧视的对待 那时候我的身材比较更胖一些 然后当然我不是原住民 这跟原住民的歧视 这可能没有关系 但是你知道吗 我心里面一直有那个阴影 就是被同学放话说 你这个不行怎样 而且我要打你 我就这样子一整年 一整年在那个被打的阴影当中 我不敢看到那个同学 我只要看到他 我就想到 等一下我转过脚去上厕所的时候 他要不要再 趁我上厕所的时候 从背后这样子给我看布袋 我们一样 因为像老师 只要会有一些场合 一定会提到你的身份 比方说 在上历史或是社会课的时候 会提到原住民的殖民的历史 或者是说原住民的一些文化 就课本里面都会介绍这些东西 班上只有一个原住民 所以通常那堂课下课之后 因为我不喜欢那些很奇怪的提问 所以我都会已经 老师只要一提 我大概下课之后 就会跑掉 躲到厕所去 或者是说躲到一个没有同班同学的地方 然后就是等那个风头过后 我才进教室这样子 因为就是有些问题真的是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就是可能 就是很没有礼貌 也没有尊重的问题 就听起来就会很不舒服 当下有没有你的其他的同学 愿意对你伸出援手 或者说他们告诉你说 圣君啊 你不要听了太难过 或者说来 我们用什么方法转移你的注意力 有同学对你说类似的话吗 OK 他有两种状况 在我访谈的经验里面 因为我自己 或者是有一些圆明 只要升到高中之后 他大概就是孤君奋斗吧 就是一个班可能只有他一个人 所以其他人可能不太了解 那种很孤独 孤立无援的感觉 因为那个其实是 只有我们自己面临过之后 才会了解的 而且别人在开玩笑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也都认为 他只是在开玩笑 那没有什么啦 就觉得我们好像心里面够强 殊不知我们大概是已经 从国小国中到高中 是经历过同样的问题 然后重复了数百遍 数十遍 所以就是 其实原则上 就是你自己 就是也只能笑笑待过 但其实心里是很受伤的 但有另外一种状况是 可能一个班里面 有两个原住民 或者是他形成一个群体 那一个的话 他们会有彼此分享 或彼此疗愈的力量 对 就是 就遇到这种伤害的时候 其他人也会帮忙挺身而出 或者是结束之后 然后会彼此有一些 土落心身 或者是分享自己的情绪 或是难过 就是让这种状况会比较 让他受伤的情况 不会那么严重 可是如果这个时候 有来自 非原住民的身份的 不管是关怀也好 慰问也好 我想那会更珍贵 对 对啊 他其实我们在讲的也是这样 不是原住民了解自己的状况 互相听彼此就好 而是整个社会 从小到大的教育 其实就应该要更学习 怎么尊重不同族群的人 然后包含也不是只有对原住民 包含对新移民或是移民二代 对都要有不同 对不同客家 对都要有这样子 不同族群的尊重 因为我发现台湾在这一块的教育 或者是说 对那个心态的建立上面 是真的蛮弱的 对 好的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这评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财团法人至善社会福利基金会的 研发专员宋盛军 我们请盛军在节目中 跟大家来分享 有关于原住民族的 儿哨校园歧视问题 盛军啊 我最后要利用这个访谈的时间结束之前 我要请教你 那好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启示的问题了 也造成了一些影响了 那这么多的这个教育体系里面 正在研发 或者已经很有成果的这些个辅导啊 或者说是一些解决问题的这个路径或制度 有没有办法对这个现象 做出一些这个真正解决的成效出来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OK 好 其实我们在会内有一些讨论 然后第一个就是像这样子的案件 或者是受到歧视的行为 然后等等的 其实更应该有一个申诉的专线 那个申诉的专线 其实我们有跟教育部 或者跟政府有反应过 但原则上 它是把它跟霸凌专线挂在一起的 可是现在那个霸凌专线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第一次的那个调查 是校内自己在调查 然后所以就是学校的 可能是学校的行政部门 启动那个霸凌或是歧视的调查 但这件事情就会变成 你就知道了 就是通常学校不想要惹事 所以能够内部处理 或是去压的就压 所以我们其实更期待的是 能够建立一个有第三方 比较公正的单位 去介入这个调查 对因为我觉得 这些案件或者是这些行为 要能够被公告出来 或者是要能够被大家看见 大家才会知道说这样 因为我们那个行为不是说 怎么做才是好的 而是说两边或是不同族群的人 我们在学习 我说了这句话 原来你会受伤 那我下次就会学习 我不应该说这些话 对对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在那个 就是就像刚刚说的 就是不同族群的文化 或是刻板印象 特别是对原住民的 整个殖民历史 我觉得是全台湾 从小到大都应该要 去理解的一块 因为当你切身理解 我们可能从第几代之前 就是被殖民 然后不管是无力的 然后在文化上面的 整个殖民的统治 或者是这些比较粗暴的历史 你理解过后 才比较能够切身的体会说 有哪些话 在你面前 可能不方便说 或者是不要提 或者是我即便不小心提了 就是也不要说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说这个话 没有那个意思 而是应该先有一个正式的 就像蔡英文总统 就是他就任的时候 就先对原住民做道歉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其实就是做错就做错了 然后但是很认真 很诚恳的道歉 然后下一次 很认真地去看待这件事情 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我觉得这个是更应该学习 也是让下一代应该要知道的 对 是 那如果说今天教育体系 刚刚你所说的 很多学校怕惹事生肥 怕这个事情一出来 对校育有影响 所以能压就压 那好不好 如果是在成立一个更高的层级 在市政府底下成立呢 有没有比较好一点呢 在哪个单位成立 我是觉得是都还可以讨论 当然因为如果所有的这些行为 或者是言语 由一个中央主管机关去处理的话 可能那个专线会塞爆 但我更期待的是 那个我们有国家人群委员会 可以透过那个人群委员会 因为本来我们就有签那个 禁止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公约 对 然后透过这个公约 其实它是应该在监察院 或是在国家人群委员会去处理的 然后只是它细节的部分看 是要在中央层级设 这样子的申诉管道 或者是由县市政府去处理 我是觉得 但我更期待的是县市政府去处理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就是要让大家能够有学习 如果什么东西都绑在中央的话 县市政府也其实也不会学习到 原来这个东西是歧视 原来这个东西是问题 对 了解 好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这评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财团法人至善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研发专员 宋盛俊 盛俊在节目中为我们分享了有关于 原住民族的儿哨校园歧视问题 这个话题真的是说来 我自己觉得 我真的是自己觉得感同身受的 因为我亲眼看过 而且我知道说 在这样的问题之下 其实会有很多深远的影响 那我们都不希望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自己的孩子的身上 所以何妨 我们一块大家一起来重视 我们可以的话 赶快去像可以反映的单位 像国家人权委员会也好 或相关的县市政府也好 可以请他们重视这个问题 我相信经过大家愿意 再从教育也好 或是面对面的沟通也好 来着手 这些个练习一定可以减少 歧视一定可以 我们也今天非常谢谢圣君 接受我们的专访 圣君谢谢你辛苦了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好的 当然了 除了这个话题 受到大家的重视之外 我相信今天在平面媒体上面的 这些重要的题目 这些新闻 像比如说民进党内的派系 应该是整合了 就是推派赖清德 要出来竞选下一届的党主席 同时郑文灿 这位本来呼声很高的 2024的候选人 他也做出表态了 好 今天节目时间到了 祝您愉快的周末 下周一再见了 拜拜